美国加州奥克兰茨基志工在奥克兰市亚洲文化中心 举办了第二次的限制卡发放活动 帮助将近100位中国城低收公寓火灾住户 这个是发生在8月中旬的一场大火 影响住户多半是长者 志工送来了限制卡 也将这个救助的工作延展为中期关怀 帮助他们寻找合适住房 并且和社区的团体来合作 加速公寓的修缮工程 居民暂时抛开烦恼 走进奥克兰市亚洲文化中心彼此打气 一栋在中国城的公寓 上个月中旬遭注荣之灾 为房子偷窃 房东将整栋公寓的窗户和入口 都用木板封锁 住在这里的住户 原本经济就困难 突然没了住处 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透过政府提供的名单 慈激志工再度举办发放 受害的人全部多数都是长者 很多都还是在这边上班的 其实他们有个困难 就是他搬不远 他一定要在这里 华裔住户林先生 罹患失智症 母亲去世后20年来 还好有房东凯撒林的照顾 今天也陪伴他来领限制卡 每个小事都帮助 甚至在一起 社会也帮助 不是只关于钱 席带行李来的德里克 为了节省住宿费 宁可花12个小时的车程通勤 我找到一个地方 我只想赔钱 我只想赔钱 我再次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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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的发放活动 也得到政府部门 和社区团体的支持 未来也会一起陪伴居民 坚强面对挑战 让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不孤单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廖琼玉 林淑贤美国报导